欢迎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作者吴小波 演播小溪 64岁的天下第一桩庄主 与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 神情孤傲而不安 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棒棒 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 与作敏一直春风得意 他领导的大丘庄由一个华北严谨地上的讨饭村 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 纽约时报报道说 大丘庄实际上就是一家大公司 这个村有4400人 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 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 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 1992年大丘庄的工业产值 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 大丘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 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 小小的村庄 有一排排红庄灰瓦的平房构成 百油马路交织其间 路修得极好 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花灯 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 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 宇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 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 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 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更是一个百年一初的农民语言大师 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 作为大秋庄奇迹的缔造者 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 大秋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 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 全国媒体掀起了一股报道大秋庄的热潮 宇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 这一年的三月一日 宇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 他写道 大秋庄最大的贡献 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就在他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 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眷起来 他自视为中国农民的代表 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 便渐渐的忘乎所以 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 局长算个球 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一次 六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秋庄开会 宇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 当会议结束 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 准备离去的时候 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与相熟的记者闲谈 对门外的喧哗 置若罔闻 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 他一甩手说 不理他们 1992年5月 天津市推选出席党的十四大的党代表 与作敏意外的名落孙山 6月20日 中共大秋庄委员会 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 其中列有十条 第五条 我们声明观点 从今以后 凡是选举党代表 人大代表 我们均不介入 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 第六条 天津市主要不为来人 我们一要热情 二要尊敬 但一定要有身份证 防止坏人钻空子 第八条 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 不准乱查 第十条 我们要明白 更要糊涂 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孤愤 怨恨 对立的情绪 跃然止伤 致命的危机是有一个偶然事件诱发的 1992年12月 大秋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 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 于是 大秋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 微服和 微服和被非法拘禁 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 事发之后 老爷子与作米决定包庇犯事者 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秋庄 或躲藏起来 一切事宜都有他出面抵挡 1993年1月 检查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秋庄取证 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个小时 期间还不给任何饮食 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 发出居传令事 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 又被大秋庄设卡 拘于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 2月18日凌晨 天津有关方面 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 封锁了通往大秋庄的所有通道 宇作民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 全部罢工 上万名本村及外村的农民 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路的各个路口 与武警全面对峙 并声称 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宇作民本人则以退为进 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 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整整僵持了三天三夜 宇作民已经深陷法律的雷区不能自拔 后竟再三交涉 宇作民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宇室庄园 警察对大秋庄进行了搜查 宇作民作伪证说 疑犯已经全数外逃 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三月上旬 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秋庄派驻工作组 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 宇作民因有窝藏 妨碍公务等嫌疑而被拘留 尽管风波抖起 但表面似乎还是一片风平浪静 春节期间 宇作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面带笑容 即使到了三月十六日 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 事态正在恶化 不过很多人还是心存侥幸 宇作民的手上 便有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 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 浙江万象集团的鲁冠球 1990年1月 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 农业部部长何康任会长 两位副会长 一个是宇作民 另一个就是鲁冠球 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带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职务 宇作民与鲁冠球交情一向不前 每年江南新茶上市 鲁冠球都会让人烧上几大包给宇作民 而后者更曾大方的送给对方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车 鲁冠球与宇作民是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企业家 宇作民对鲁冠球的评价是 你们老鲁太圆滑 而鲁冠球对宇作民的印象是 哎呀 这个老头太任性 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 鲁冠球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于大哥 他在一张便条中写道 目前社会各界对你集大秋装颇为关注 大家普遍认为 事已至此 以妥协平息 解决为上策 因为投鼠忌器 我所以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 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 希望您心胸开阔 保重身体是本业 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 是安慰于作民 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 不至于严厉的惩戒 这让由自视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 得到一丝宽慰 但事情的演变 出乎于作民 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 4月 于作民被捕 8月27日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窝藏妨碍公务 行贿 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 五项罪名 判处于作民20年有期徒刑 妻子大秋装的二号人物 于少政被同时判刑入狱10年 关于于作民的判刑 新华社指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200字的新闻稿 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 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林志军记得 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 很多人想打听他的情况 哎呀 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 他们把宇作民视为同类 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 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对宇作民的打击 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 此案的发生 让宇作民及所有的改革派 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 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 宇作民被捕后 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 宇作民被捕 再次表明中国政治和法治的进步与成熟 日后看来 宇作民议案并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误 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 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 宇作民被判刑后 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 他写了一篇题为 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 他写道 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 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 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 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 这样的马尸前提是非常让人痛惜的 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 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 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四月 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两起强烈地震 一起是大秋庄的宇作敏洛麻 另一起则是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业家沈泰福被捕 有意思的是 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陡然陨落的 沈泰福的故事是又一则颇具荒诞色彩的商业传奇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泰福 是吉林省四平市人 他自小爱好科技发明 是一个十分聪慧好学的青年 1984年30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 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 他们相继研发出很多新颖的产品 如吸塑包装机 双色水位机 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 他的企业在当地以善于创新而小有名气 1986年 沈泰福进京以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直到1988年 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 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泰福案最致命的一环 1992年前后 沈泰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机 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 可是沈泰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 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 这时候沈泰福想到了民间融资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 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 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 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 便一直非常活跃 利息也是水涨船高 在沿海很多地方 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至20%之间 一位资深的证券公司总经理曾回忆说 嗯 在那年证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该做什么 几亿的资金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0%的收益 还用自己费什么心 便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 沈泰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长城公司发明的新型电机属于节能项目 当时国内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 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 而沈泰福又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 1992年5月28日 他的电机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 据报道 国家纪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项目鉴定书上批示 输节能的重要项目应尽可能给予指导和支持 沈泰福更是对外宣称 长城公司几年来先后投入近5000万元 研制成功的这种高效节能电机 据能源部测算 在运行的风机中 如果仅有三分之一换上这种节能电机 一年就可以节电400亿千瓦 其前途的光明让人充满想象 沈泰福的集资规则是这样的 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 集资金额的起点为3000元 高者不屑 投资者可随时提取缩投资金 按计支付补偿费 年补偿率达24% 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 沈泰福开出的利率高出一倍 他的第一轮集资活动 是6月份在海南开展的 广告前一天刊出 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仅20天就集资2000万元 出展机告大捷的沈泰福 当即加快集资步伐 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似的活动 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 迅猛席卷全国 他很快成为当年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 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中最活跃的是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心 当沈泰福在海南开始集资时 孙树心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发表长篇通讯 20天集资2000万 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 大家鼓吹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孙树心又相继发表了 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 筑起新的长城 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 对长城公司的集资 给予高调的追踪报道 正是在数百家媒体的热捧下 沈泰福跑马圈地 战无不胜 在这期间 沈泰福先后给了孙树心 两万多元辛苦费 以及密码手提箱 皮尔卡丹西服和日本产 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物品 孙树心后来 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